因为我们要经营自己的一个频道 所以我们必须至少要有一个频道 就是我们要经营自己的YouTube频道 所以我们至少要有一个频道 那所以怎么样去新增自己的频道呢 怎么样去新增自己的频道 就是说您今天到时候要学会上传影片 没错 但是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应该就是 我要先开一个频道 方便让别人来去观看我的影片 所以怎么做呢 第一件事情一定就是点这个人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创作者工作室跟这个设定 所以您觉得是点哪一个 应该是设定 因为这是跟后面我们放进去一些影片的经营管理是有关系的 那第一件事情而且不常做 开频道这件事不常做 它是放在设定里面 点选YouTube设定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这是自己的一个账号 这个账号是Google的账号 因为YouTube被Google公司买走嘛 好所以后来就变成说您当Google那边设定成什么 这边YouTube就是什么 所以账号是统一的 接下来呢 这边最下面有看到吗 最下面这个地方 查看我的所有频道或建立新频道 那其实刚刚在设定的最左边那边 其实也有一个频道 不过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设定 应该会比较容易一点 接下来呢 您看一下 我本身我已经有一个两个三个 我有三个频道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要加 是不是就点这个建立新频道 所以点一下建立新频道 然后如要建立新的频道 这不是管道 因为YouTube You 你 然后Tube就是管子 管道 其实我们翻管道不太好 应该翻成频道 如果要建立新的频道 请先建立品牌账号 这个品牌账号 我个人啦 我个人因为我很会爱惜我自己的羽毛 所以我会直接就用我自己的姓名 举例来说 洪瑞珍总是人民吧 对不对 就是你要去建立这个频道 好 你可以自己去思考 举例来说 我今天 我为什么用我自己的姓名 因为我有很多老朋友 就是老人家他想要学习电脑 我之前每一年我都会去做那个免费的老人家的教学 我不是到社区大学 因为他们可能也请不起我的 就是他付给我的终点 可能前面低位数砍掉都还不够付我的终点 我是说真的 所以就是我免费去帮门去教 然后呢 我就发现如果用英文名字 他们根本就找不到我 所以我干脆我就直接用我的中文名字 因为他们会记得住我的中文名字 所以我才会直接建立我的品牌 就叫自己的姓名 那你们可以建立什么 例如说 那大哥你在哪一个地震 台北市地震局吗 好 那当然也许你可以建立一个 假设哦 因为你不能代表台北市地震局 你可以说地震局小监兵 类似这样子一个名称 那我呢 我在这个地方 例如说我想要建立一个 就是说YouTube跟YouTube教学有关系的品牌 所以你看这边我就输入YouTube经营 可是呢 我个人会比较喜欢把我的名字放进去 例如说假设孙在阳之 最好是直接有这三个字就好了啦 而且我真的请你们今天做就直接把自己的姓名做出来 因为这是无法取代的 别人在找你的频道很容易就找到 所以麻烦请你输入自己的姓名好不好 然后接下来就直接点建立 所以这就是建立频道的方法 请你们一定要每个人都建立一个频道哦 所以您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到时候它就会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 这边就会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边是不是就变四个频道了 好所以麻烦请你们哦 来去动手做一下就是新建立一个频道 第一个点选自己的大头罩 然后接下来点选什么 这个YouTube设定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查看我的所有频道或建立新频道 请你们就建立自己的姓名 因为方便等一下我去查询你们的频道建立的方式 来麻烦请各位建立频道